女尚未被这只异形给弊动在墙上 她伸出长长的口气 闻闻了眼前瑟瑟发抖的尚未 那满脸的口水都快见女人脸上 可这只异形却只是闻了闻她没有动嘴 就带着刚杀死的猎物上天花板跑了 这只杀人如麻的异形居然放过了眼前的女人 原因竟是她怀了异形宝宝 女尚未不敢继续逗留 连忙就要去告诉这个星球的人异形要来了 这颗星球曾经被人类殖民并用于挖矿 但现在已经废弃成为流放犯人的地方 过去曾有五千名犯人 而现在只剩下了二十五个 各个都是罪恶滔天的男性 要么是杀人犯 要么是强奸犯 据说他们都是双弯染色体 性情暴躁易怒 在医学上被称为超雄 为了约束他们让他们好好干活 他们在物质上没有任何枪支武器 并由修士负责传教和洗脑 通过强硬的管理方式保持着相对的和谐 在上一部中 雷普利战胜了一行女王 随后与幸存的人一起进入休眠 然而封闭的太空舱内 隐藏的一个异形卵已经孵化 一只豹面虫爬上了东眠舱 并打碎玻璃寻找身体 舱内立刻响起警报声 随后逃生舱迅速带着 东眠人员离开太空船 降落到了一个名叫复仇 161的行星上 医疗官克莱门斯救下了 浑身由乌云倒在海边的雷普利 但东眠舱中的另外两人 和生化人主教都不幸遇难 监狱长迅速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意外 救援小队将在一周后到达 在克莱门斯的照料下 雷普利很快苏醒过来 得知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后 他执意要去逃生舱查看情况 结果雷普利在纽特的东眠舱旁 发现了被酸血腐蚀的痕迹 深感不妙之际 他要求解剖纽特的尸体 克莱门斯认为没必要 根据经验判断 小女孩明显是由于低温舱破裂后 溺水身亡 然而雷普利坚持要求解剖 只能勉强答应 但在克莱门斯打开纽特的胸枪后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让雷普利松了口气 然而雷普利不知道的是 当伙伴们的尸体被扔进熔炉时 一只小异形从监狱屠宰场的牛市中冲出 摇摇晃晃地逃走了 为避免在一群罪犯中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雷普利剃光了头发 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囚犯们对他的关注 克莱门斯对神秘的雷普利充满好奇 他想知道雷普利的秘密 但雷普利不愿用口头回答 只能通过身体语言来交流 就在此时在通风管工作的囚犯意外发现了异形 但被异形的酸血喷中 痛苦地被旋转的大风扇打成碎块 随后克莱门斯在检查现场时 发现了一个被俯视出的异形洞 与他在纽特东棉仓旁看到的痕迹一模一样 他追问雷普利这到底是什么 而雷普利告诉他 要弄清楚一切 必须询问生化人主教 在克莱门斯的指点下 雷普利来到了垃圾场 找到了残缺的主教 当他准备扛着主教回去时 被那些被邪念冲昏头脑的囚犯用武力拦截 并准备施报 幸亏狄伦及时赶到救下了雷普利 惊魂未定的雷普利回到卧室 为主教通上电 询问主教太空舱上是否有异形 才得知飞船在航行中突然起火 导致他们被迫降落 且异形一直与他们同在 飞船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被电脑传给了公司 也就是说公司知道发生的一切 雷普利怀疑公司可能仍然想获得异形的样本 因此决定向主教确认 然而主教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请求雷普利切断电源 他想就这样消失 雷普利虽然舍不得 但还是决定尊重主教的选择 就在此时在隧道里检查设备的三名囚犯 被异形出其不意的袭击 只有一个精神疯狂的傻子逃出来 嚷嚷着说有一条大龙杀了其他两人 监狱长却不相信他的话 雷普利知道那个傻子并非说谎 于是找到了监狱长 向他讲述了有关异形的一切 并希望能够获得武器来自卫 然而监狱长却告诉他除了几把砍刀外 这里没有其他高科技武器 绝望的雷普利被监狱长重新送回医疗室 与克莱门斯一起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就在这时 雷普利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 正当他接受克莱门斯注射药物时 突然帘子背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异形 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异形迅速抓住了克莱门斯 将他的脑袋一掏而空 当场丧生 紧接着异形直奔雷普利而来 雷普利已经无能为力 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然而意外的是 异形靠近闻了闻 竟然扭头离开 从通风口逃走了 惊恐万分的雷普利赶紧逃到大厅 警告其他人异形人即将到来 然而监狱长却粗鲁地否认了雷普利的说法 就在此时异形从天而降现身说法 将监狱长带走 留下了一地的血迹 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要求雷普利提供主意 根据他的经验 他知道异形非常害怕火 考虑到这里没有什么可用的武器 所以他们决定使用火攻的计划 雷普利决定给通道涂抹易燃物 点燃后用火将异形逼到 密不透风的核被料室中 将其关在里面 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 然而一名囚犯被异形袭击 不小心丢失了助燃器 瞬间整个通道被熊熊大火点燃 夺去了十多人的生命 囚犯们由于这次意外变得更加暴躁和绝望 与此同时雷普利越来越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前往东眠舱 在监狱长的助手帮助下对自己进行扫描 雷普利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只小异形 而且还是异形女皇 他明白放出异形式走上绝路 于是让助手发出信号撤回救生船 然而那个想要生存的助手却拒绝了他 与此同时上级也收到了东眠舱的扫描资料 紧急医疗小组将在两小时内到达 他们要求助手将隔离雷普利中尉作为第一优先等级 然而此时的雷普利独自前往异形所在地 希望与异形同归于尽 但异形却没有杀死他 走投无路的雷普利希望狄伦杀死自己 但狄伦拒绝了 他要求雷普利与他一起杀死异形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然后他才会帮助雷普利实现他的愿望 随后狄伦和雷普利告诉囚犯们他们的计划 即将异形引入模具中 然后倒入热千水将其烫死 囚犯们没有武器只拿着燃烧弹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诱饵 将异形引向模具的方向 然而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 其中一个接一个的被杀死 最终狄伦假装挟持雷普利 引起了异形女皇的愤怒尖叫 追赶他们进入模具 异形留下来作为诱饵 让雷普利爬上模具 然后沸腾的热千水倾泻而下 将异形和异形封在模具中 然而异形因求生欲望强烈 从滚烫的千水中跳了出来 在半空中与雷普利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戏 最终雷普利打开了冷却水开关 冷却水从天而降 浇灭了全身炽热的异形 使其直接爆成渣 这时助手带着紧急医疗小组到达现场 主教的创造者博士出现了 告诉雷普利 只要他跟他们回到飞船上 就可以帮助他取出异形女皇 然而雷普利知道 他们会留下一形女皇进行研究 导致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经过深思熟虑 雷普利拉起了他们之间的铁丝 在唯一幸存的囚犯的帮助下 操纵仪器缓缓地滑向熔炉上方 这时医疗人员射伤了那个囚犯 意识到不对劲的助手从背后袭击了博士 但被救援小队当场射杀身亡 紧接着在博士呼喊的声音中 雷普利优美帝养身倒下 掉进了滚烫的熔炉中 与他体内的异形女皇同归于尽 雷普利与异形三次斗智斗勇的战斗 在这一刻终于迎来了结局 一行三是一部令人充满期待的科幻惊悚电影 它继承了系列前两部的紧张氛围和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同时又在深度和品味上展现出了全新的高度 该片由导演精湛的镜头运用和紧凑的叙事结构 带来了极致的观影体验 从片头的惊险开场到结尾的震撼高潮 每一个场景都恰到好处地传递出紧张与恐怖的氛围 导演在镜头运动和画面构图上的精心设计 使得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与角色一同经历着生死的考验 无论是高速追逐还是生死搏动 每一帧都充满了紧张感和刺激 让观众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 除了精彩的视觉呈现 影片还深入探索了人性的边界和道德的困境 通过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性的挣扎 影片引发观众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伦理的思考 主人公雷普利在生存与牺牲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而他与狄伦之间的情感纠葛 也展现了人性的脆弱和坚韧 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让观众不仅被剧情所吸引 更深入思考了现实中的道德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 此外 异形3还通过对异形的形象和象征意义的重新诠释 为观众呈现出更多层次的故事 异形不仅是一种致命的生物 更是人类无法掌控的内在恐惧和欲望的象征 它们既是生存的威胁 也是人类心里深处的阴影 影片通过对异形的在创造 深化了对恐惧和内心黑暗的探索 引发观众对人类本性的思考